汉子茶不仅想抢我闺蜜的对象 还妄想挑拨我和竹马的关系 他理直气壮且无辜地回了句 我和他们只是兄弟 你整天美好脸色给我看也太小气了吧 我不禁翘了下唇角 怎么会呢 我只是想教教妹妹什么叫羞耻 他文言气炸了 两手想甩我一掌 我转身给他来个过肩摔 哦 就是看不得有垃圾出现呗 和我一起长大的竹马他家 开了间游乐园邀请我带上朋友去玩 我便让闺蜜小佑陪去游乐园嗨皮了 小佑爽快答应了 因为他对象也在游乐园 可令人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不远处 小佑的男朋友胡展远牵着另一个女生的手走来 他解释说 乔西西刚玩玩过山车头有点晕 需要搀扶着 乔西西揉了揉脑袋 随后抬眸上下打量着我一会儿 再看看小佑 他眼底似乎带着几分厌恶 很快便退去了 紧接着让人不自在的语气脱口而去 啊这 你女朋友啊 他伸手揪了揪胡展远的耳朵 整个身体熟练的贴近 胡展远的脑袋都贴在了他的颈窝上 这动作让人看起来怪碍眼的 你女朋友好小一只啊 你小子是不是没给人吃饭啊 而胡展远并没有拒绝 似乎还一脸享受的模样 笑哈哈的求饶着 疼啊 真的疼 快放手呀大哥 乔西西眉开眼笑将他推开 视线再次落在小佑身上 他微歪的歪头 露出歉意的表情 随后落落大方的解释着 不好意思哈嫂子 我们都是兄弟 萍萍打得闹闹习惯了 你别误会呀 我闻言 心底冷笑了几声 原来他就是小佑跟我疯狂吐槽 整天喜欢混在男生之间玩耍 还特别喜欢靠近有对象的男生干越界的事 一点边界感也没有的女生 之前 有两个女生就是因为乔西西 导致他们经常跟自家男朋友吵架 直到分手 最气人的是 他还理直气壮 又一脸无辜的回了句 我们只是好兄弟 用不着这么小气吧 跟女生玩就是麻烦 这点小事就要闹着和你们分手 他老是打着女兄弟的名义 去干越界的事情 可真正的女兄弟 人家却懂得保持距离 我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他装 绿茶倒还是见多了 汉子茶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不禁勾一下唇角 有点意思 还没有手撕过汉子茶呢 紧下来 我没想到他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乔西西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裙子后背练 好像裂开了没拉上 我以为他会喊我和小刘帮忙 谁知 他直接走在胡展远面前 将头发全撩起来 肩膀上的吊带故意滑落了下 快 帮你爹我拉一下呀 胡展远毫不犹豫 抬手把脸拉上 再将吊带一把扯回肩膀上 这熟练的动作 看来他不像是第一次帮这种忙了 乔西西望着我们 眼底似乎闪过一丝得意 他嘴上嚷嚷着 说什么本来他也不喜欢穿裙子 还不是他们老是说他穿裙子好看 就穿了呗 我看着小悠不太好的脸色 非常理解他之前跟我吐槽时 为什么气得够呛 看不得自家闺蜜受这种委屈 我俩不是女生吗 你不会叫我们帮忙啊 他有对象了 不知道什么叫边界感吗 乔西西闻眼撇了撇嘴 伸手扯了扯胡展远的衣服 把他推回去小悠这边 啊 嫂子好像生气了 你还不去哄他 你别误会他嫂子 我这不是怕拉链划上你手吗 而且我跟他都是兄弟 这没什么哈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一眼 装你妹呢 之后 胡展远似乎不知道 为什么小悠不太开心的样子 还是跑去买了两个冰淇淋回来 小悠这人还挺好哄的 胡展远说了几句甜言蜜语便消气了 只是这汉子茶又出来险存在感了 他双手暴毙轻哼了声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呀 还是不是哥们啊 胡展远一听 很是自然地把手中的冰淇淋递到他面前 乔西西毫不犹豫地低头咬了一口 对我和小悠挑了下没轻笑地说了句 还挺甜的哎 小悠脸色一黑地看着 对他翻了个白眼 乔西西重重地叹了口气 语气带着几天懊恼与不解 你对象好像不太喜欢我呀 那个不好意思哈嫂子 我和他一直都是好哥们 这样的相处模式真的习惯了 小悠反问了句 可你不觉得这行为有点不太好吗 胡展远一脸不解地问道 我都没介意西西吃过的 你介意什么呀 我心里冷笑了几声 这种没有边界感还不懂得拒绝的男生怪恶心的 我将小悠拉到身后冷声笑了起来 因为小悠看到怕弄脏眼睛啊怪恶心的 胡展远闻言 这话一听可感到不乐意了 他往前挤不抬起手指着我说 别老是多管闲事 从我出现起一直针对着他的好兄弟的乔西西 要不是看在叶泽的份上早就揍了我一顿 真是溜 姐姐可是学过散打的 还怕你这个手无束缚之力的下头难不成 我将视线转向乔西西身上 懒得和他维持什么友好关系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干脆撕破脸皮 有垃圾挡着我 我看不惯就得清理掉呗 你说谁垃圾呢 他气炸地指着我嘴里的脏话疯狂飙出 跟胡展远说以后都不要跟我这种没素质的人来往 胡展远附和着 你再对西西没礼貌 别他妈的怪我没警告你 妈的 小悠之前被人欺负被人骂 他怎么没有出面帮他 还反过来责怪小悠闲着没事 给他整个麻烦出来 怎么滴 他的女兄弟比自家女朋友还重要啊 胡展远 你在手指着我朋友 咱俩干脆分手吧 胡展远一听瞬间消气了 一脸嬉笑着走来拉拉拉小悠的手 便开始了他惯用哄人那一套 果然没一会儿 我这恋爱脑闺蜜又被哄好了 妈妈呀 简直头痛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我的竹马叶泽缓缓走来说 是要请我们去吃烧肉 叶泽和乔西西仅见过两三次面 还不怎么熟悉 所以他一路上都在进桃壶 说什么 平时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食堂干饭 他认识很多好兄弟 可以介绍他们交朋友 叶泽文言面无表情的一一拒绝了 叶泽是我们学校的校草 受到众多女生的喜欢 他这一张帅脸被乔西西看上也不奇怪 只是感觉挺晦气的 烧肉店里 原本这美味的烧肉能让人吃起来心情愉悦 可一看到这汉子茶又在找存在感 心里感到烦的一批 叶泽唇边沾了点酱油 乔西西捂着嘴地笑了声 从包里扯了张纸巾出来 直接想伸手帮他擦去 叶泽见状闪躲了下 快速接过他手中的纸巾倒了声泄 乔西西还不罢休 也没问叶泽的意见 就拎起他的果汁喝了口 估计他平时跟他的好兄弟 这样相处模式习惯了 觉得没什么 啊 不好意思呀 吃多了有点渴 他炖了炖 继续喝了口叶泽那杯果汁 缓缓开口道 你和胡斩远是兄弟 那也是我的兄弟啦 问题不大哈 下次麻烦先问下我同不同意 我这人有洁癖 很介意你这样的做法 会感到恶心 叶泽脸色不太好 语气眼冷了下来也没惯着他 直接换了个座位 不想再搭理他 我内心愉悦极了 嘿嘿嘿 不愧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人 跟姐姐一样有眼光 识别出汉子茶 乔西西见在叶泽那 得不到想要的态度 只能作罢换个目标 但想 胡斩远加肉食没加稳 掉落在他衣服上 小悠拿着纸巾 在半空中的手顿住了 因为乔西西先行一步 抬手很自然的帮他擦了擦 更无语的是 他还亲密地捏了下胡斩远的脸 笑死你爹我了 你是傻子吗 连菜都加不稳 乔西西望了小悠一眼 轻笑着继续说着 前几天他们一起去外市旅游 遇到很多有趣的事 还买了许多东西 他摸了摸脖子上的那条项链 说这是胡斩远 作为认识已久的友谊之情 送给他的礼物 他叹了口气 继续说着 倒霉的是那天下大雨没有带伞 倾盆大雨之下 他们都淋湿了衣服 只能去酒店开了一间房待一晚 没办法 我衣服没拿够 最后只能穿他的白衬衫 不过也没事哈 都是兄弟 那晚还降温了 睡觉老是抢我被子 真烦啊 看似是在抱怨 实际是在挑衅 故意惹小又生气 可乔西西说的那段时间 刚好是情人节 小又期待了好几天 与他一起约会 胡斩远说家里有点事 只能下次再约了 谁知 他却跑去与乔西西 甜甜蜜蜜的游玩着呢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还单纯出去玩呢 这话说了狗都不信 胡斩远扯了扯乔西西的手 示意他别再说下去 那个 小又你听我解释哈 这不是那段时间 西西他心情不好吗 我和他这么多年的好友 总不能不管吧 乔西西西笑着 对呀 就兄弟之间 单纯出去玩而已 你不会生气了吧 这汉子茶 老是哪只是兄弟关系来讲 听得我心底下的怒气 一下子冒了出来 乔同学身边 不是有很多没对象的兄弟吗 非得找一个有女朋友的陪你 见不见啊 乔西西文言脸色一黑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礼貌 说谁见呢 叶泽突然冷声警告道 再吵都别吃了 他也没再说什么 瞪了我一眼 转身又纠缠胡展远 俩人还乐呵呵的斗嘴 连小佑什么时候 走的都不知道 这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而且乔西西还在 阴阳怪气的说 都不知道 小佑怎么动不动就生气 他这一闹脾气的这顿饭 搞得大家都吃不上了 胡展远最后才追了出去 哎 我就说嘛 饭局上带女朋友出来 竟多是闹 乔西西双手捧着下巴 眨巴着眼睛 看向叶泽说 叶泽似笑非笑的看向他 确实是非得整些事来闹 就挺隔应的 比如你 此话一出 乔西西的笑意将在了脸 随后闭上了嘴巴 没再说什么了 我内心直呼一个溜 看着乔西西出仇 且不敢言的模样 就开心了 我的互联网嘴涕 会说话就多说一点 之后 我上厕所时无意之中听到 乔西西不知道 跟他的那个好兄弟 打电话吐槽 烦死了 那两个女的来了后 你爹爹 我的存在感就变低了 接下来的话 都是疯狂吐槽我和小佑的 关键是还颠倒黑白 他挂了电话后开始洗手 边洗边勾起另一侧唇角 吃笑着说 看了这一圈 男生还是叶泽优胜 他有钱又有盐 虽然老是对他爱搭不理的 但终有一天会把叶泽拿下 哼 肯定跟我欲情故纵呗 我无语了的 听完这番话 默默点了下 手机屏幕的暂停键 笑发财了 他那里来的自信啊 不过 希望叶泽 不要被这种女人迷惑了双眼 不然怪倒霉的 但叶泽的眼光 不至于这么低 看得出来 他是什么样的人 回宿舍前 叶泽递了他的手机给我看 是他朋友发来的 几张截图群里的聊天记录 群里面都是他跟几个男生 背刺我和小悠的话 那几个男生还未了解事实 全向着乔西西 于是纷纷发言 开骂我和小悠 一句一句刺眼的脏话 落入眼眸 叶泽说 乔西西这人交不得朋友 让我尽量远离 还有 你那个闺蜜 该不会是个恋爱脑吧 胡斩远这么没边界感都不分 嗯 我尽力将小悠拉出来 随后 我故意调侃他一句 哟 他不是你兄弟吗 怎么不帮他呀 叶泽气笑着抬手 敲了敲我的脑袋 搁指帮你 而且不喜欢和没道德的人一起玩 懂 你还挺有原则哈 我将那几张截图一一保存着 某天 小悠与胡斩远吃着午饭 他们的感情似乎在慢慢好转 可让小悠舒坦的日子还没几天 胡斩远突然接到乔西西的电话 说起自行车摔立交 导致腿受伤了 他原本是喊叶泽过来 能能背下他去医务室 叶泽直接拒绝了 说忙 此时的乔西西正坐在地上 路过的同学问他 需不需要扶他去医务室看看 他都一一拒绝了 就等着胡斩远来送他去医务室 乔西西眼眶红红的 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 声音带着音叶 张开双手小声嘀咕着 疼死我了 还不快点抱你爹 我去医务室 小悠皱了皱眉冷声 喊了下他的名字 而胡斩远却责怪小悠 他的好兄弟都受伤了 能不能别再小气巴巴的 他没有任何犹豫的 将他公主抱起 乔西西紧紧抱着他的脖子 转眸对着小悠得意笑了笑 而我则拿着手机 对着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这段时间 胡斩远一直以乔西西腿受伤了 需要人照顾 所以胡斩远每天给他送饭菜 还得扶他去上课 不认识的人都以为 他们都是热恋中的情侣呢 之后 我特意去医务室问了下笑医 得知 他腿压根就没受什么伤 不就摔下来 膝盖擦破了点皮 整得跟瘫痪不能自理似的 老纠缠着小悠的男朋友 夜晚 小悠收到了一张 感到隔音的照片 是乔西西发来的 照片中他穿了条超短裙 把腿搭在胡斩远身上 他再给他涂药膏 小悠吃笑了声 突然来了剧 现在对胡斩远渐渐死心了 准备跟他分手了 他觉得胡斩远对他的女兄弟 永远比对他这个女朋友还重要 真的很可笑 他要是真的喜欢小悠 怎么不懂得与异性保持距离呢 随后小悠 在家了某个干饭群里 发了条信息 小悠 家人们 男朋友的女兄弟 膝盖受了点伤 需要他日夜温暖照顾 我不开心了 他的女兄弟还说我小气 小悠 我是不是真的过分了呀 我默默给他竖起了个大拇指 果然 女人清醒后就变得聪明了 很快纷纷吸引许多吃瓜观众的注意 KK 哎呦 这不是所谓的汉子茶吗 山峰 谁呀谁呀 他在这群里吗 让我看看何方神圣 我特地爱特了乔西西 阴阳怪气发剧 宝贝 你怎么过分呢 他还和你对象轻轻我我的 同吃一个冰淇淋 穿你男朋友的衬衫 搂搂抱抱的 可能真的只是好兄弟呗 还有人爱特小悠安慰着别被拖了 明明是这女的没边界感 明知对方有女朋友还往上凑 这时乔西西冒了出来 并爱特了我和小悠 乔西西都说了我和他只是要好的兄弟 请不要胡说八道 乔西西 拜托 我和他关系好点 你就老是吃醋给我甩脸色 格局小了吧 互联网嘴涕 怎么滴 你就只有人家美女的对象一个兄弟啊 真的太酷了 笑发财了 还说人家美女格局小呢 你勾搭人对象还有脸说这话 随后很多人爱特乔西西 他估计是受不了 干脆退群了 只是没想到 胡展远竟然还有脸打电话来质问小悠 为什么做得这么过分 我在一旁听得拳头硬了 一把拿过小悠的手机弄骂着二比一顿 你他妈的 这就过分了吗 小悠没甩他几巴掌 已经够善良的了 给我滚吧 随后 小悠估计是看到他的消息就烦 干脆将胡展远拉黑了 第二天 在食堂里和小悠正美滋滋干饭时 讨论着怎么潇洒的把胡展远给甩了 随后 余光披见那俩二比的身影 瞬间没了食欲 胡展远一手握着乔西西的手 另一只手搂着他的腰部 他坐在我的面前 不一会儿 胡展远就打了两份饭菜回来 他加下他盘里的菜 他加下他盘里的肉 随后又是那句无语的话 嫂子你别介意呀 我和他都是兄弟 不会嫌弃的 小悠没有搭理他 更不会生气了 只是待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时 小悠离开前扫了他一眼 特意放大声音 喊了句让他颜面无存的话 哎呦 我能介意什么呀 是我男朋友每天给你加菜 给你送温暖 还是你不要脸的倒贴呀 昨晚吃到论坛上 刮的同学纷纷看了过来 低头小声嘀咕着 终于见到汉子茶本人了 乔西西一听 气得脸色涨红 他推了推胡展远的肩膀 示意他管管小悠 胡展远拉着小悠的手 没让他走 不解的问了句 小悠都生气这么久了 也该消气了吧 还有 你为什么要还把我拉黑了呢 哦 为什么你心里没点避数吗 小悠瞥了一眼 胡展远握住他的手 嫌弃的甩开冷声道 别碰我 嫌脏 随后还扫了一眼乔西西 你也是 说完他拉着我十分潇洒的离开了 闺蜜变得不烈爱恼了 整个人都真的太酷了 没过多久 那汉的茶又出来作妖了 乔西西突然冒了出来 将我的去路拦住 妈的 本来上早八就烦 大清晨的还遇到这二臂找事 怎么现在的腿能走得了路 不用胡展远抱抱了 他估计是看我不太喜欢他 此时也不利好人设 他那双充满厌恶的眼睛看向我 警告我别多管闲事 小悠突然胆子大了 肯定是你教他干的 不然以他那个蠢脑袋会说出这话 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 他还说少接近叶泽 更无语的是 他自称和叶泽 还有其他好兄弟们认识已久 凭借和他们相识的交情 只要他一句话 就可以将我从这个圈子踢出去 你也配接近他 妈的 这人蠢蠢脑子有病吧 笑发财了 他估计还不知道 我和叶泽是青梅竹马吧 还凭他的交情 可别把我今天的早餐 笑吐了出去 我后退了一步 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 哦 我只是想教教妹妹 什么是羞耻感罢了 他文言气炸了 往前几步 伸手就死死扯住我头发 另一手杨琪想伤我一掌 我迅速躲开了 转身给他来了个过肩摔 突然身后有人推了我一把 紧接着 骂骂咧咧的声音落入我耳朵里 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 怎么会有这么贱的人呢 眼前有三个男生将乔西西扶起 其中一个还是胡展远 他们开始指着我骂 哎哟 我的手和腰太疼了 乔西西委屈极了的说着 我都说了 和你仅仅是兄弟的关系 他却跑来找我麻烦 说为小又出气 我只不过就说了他一句 谁知他就动手打人了 呜呜呜 胡展远手里拎着的面包也不要了 直接朝我砸来 紧接着 站一旁的男生往前来推了我一把 说我之前一直针对乔西西 现在还无耻的动手打人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吗 眼前的男生还没说什么 乔西西就先一步回答 当然 我和他们都是要好兄弟 不然心理症婊子 我知道你喜欢叶泽 见他对你没意思 和我靠的近就一直针对我呗 众人文言纷纷满眼厌恶的看向我 突然 叶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乔同学 似乎有点自作多情了吧 他站在我面前扫了那几人一眼 视线最终停留在胡展远身上 叶泽脸色一沉 声音也冷了起来 跟他道歉 不是 泽哥明明是他动手打人啊 谁先动的手 看监控不就一目了然 乔西西文言慌张了起来 还是不是兄弟啊 这点信任感都没有 旁边几人附和着 就是啊泽哥 西西多好的人啊 谁跟你是兄弟 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其中一个男生说 乔西西一直跟他们说和叶泽是许多年的好友 叶泽一直爱慕着他 上次还特意约他出来吃烤肉 难怪上次他发了条朋友圈 配图是叶泽家烧肉的手 那几个男生都是以为乔西西真的和叶泽很熟才跟他玩的 谁知 这一切都是他胡言乱语罢了 乔西西 你这就过分了呀 该不会真的是你先动手打人吧 乔西西脸色胀红 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胡展远见状替他解围 嚷嚷着早八时间快到了 叶泽没有轻易放过他们 执着的让胡展远和乔西西道歉 他们自知理亏 也不好反驳什么便乖乖跟我道歉 之后 大家纷纷赶去教室上早八了 只是刚刚推了一下我的那个男生把我叫住 他满脸歉意 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发 不好意思哈同学 你叫我小红就好 要跟你一巴掌和我脸上消消气 小红说完就紧紧闭上双眼 来吧 嗯 我有点尴尬的看向叶泽 你这兄弟还挺逗 不过之后发现小红这人还挺靠谱的 估计是他和乔西西相处久 便识破出他是怎么样的人了 一日 我正在干饭时 突然传来一道榴莲的气味 不禁皱起了眉头 乔西西拎着一盒榴莲来到我面前 他明明之前听到我和叶泽说不爱吃榴莲 此时肯定是故意来找麻烦的 估计是上次给他来了个过肩衰 他心里憋着一股气 很不爽吧 乔西西拿着一块榴莲堆在我脸上 勾起唇角笑着说特意给我买的 对于不爱吃榴莲的我 闻到这种味道简直在受罪 就好像有人不爱吃香菜和这儿跟一个道理 他见我没有接过 没想到无耻的直接伸手捏着我下巴 硬塞进我嘴里 可嗨嗨 我没忍住吐了出去 气得拳头紧握 我抬头便看到他拿着手机拍视频 他满脸不屑地扫了我一眼 不就是一块榴莲吗 真矫情 我平缓了下胃里的恶心感 拎起桌面上那块小蛋糕 直接拍在他脸上 他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尖叫了起来 啊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随后 学着他刚才的语气回了句 不就是拍了块蛋糕在你脸上吗 真矫情 乔西西咬牙切齿地瞪我一眼 也不敢再嚣张 似乎是怕惹急我再给他来个过肩衰 于是赶紧回宿舍里洗脸去了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这二臂竟然录了视频 只发了我呕吐那一幕 发到了他的兄弟群里 还因为不明地说 他该不会有了吧 怎么有这么无耻的人啊 小红将群里的事一一都告诉了我 他让我放心 叶泽已经把这汉子茶大骂了一顿 再踢出了群 带小佑回到宿舍里 我跟他吐槽着 遇到乔西西这二臂不要脸的造谣 说叶泽爱慕他 还塞我吃榴莲的事等等 真的别太离谱 突然 小佑的手机屏幕上亮起 是隔壁系一个美女发来的 大大师说 在某处看到胡展远背着小佑干些破事 我和小佑按着他说的地址 来到一个小树林里 果然 一对男女坐在椅子 乔西西解了一边衬衫 露出半边胳膊出来 似乎是被蚊子钉的包包 而胡展远正拿着药膏帮他涂抹着 紧接着 涂着涂着 两人便抱在一起亲了起来 我担心小佑会受不了 没想到的是 他还挺冷静对我说了句 跟他一起去抱打这对狗男女 两人搂搂抱抱的亲得太入迷了 连我们站在这有一会儿都还没发现 直到小佑扭开瓶子的水 直接朝这对狗男女拖去 淡淡说了句 哎哟 怎么不全脱了呢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水 两人被吓了一大跳 胡展远发现 我和小佑时立马把乔西西推开 他慌慌张张地看了下四周 起身想把小佑拉到身旁 又想来那招甜言蜜语来哄他 可现在的小佑彻底对着渣男死心了 不用解释什么 我听着恶心 我来这是想告诉你 分手吧 乔西西气急败坏地 用纸巾擦着衣服上的水 不是小佑 我和他单纯的兄弟关系 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话音刚落 小佑抬起手 毫不犹豫扇在他左脸上 再往他右脸来一掌 这两掌就把是这段时间恶心我的赔偿 胡展远立马将乔西西护在身后 气冲冲地指着小佑 分就分 我他妈的早就厌烦你了 我抬手紧紧拽着他指指点点的手 用力一掰 胡展远吃痛得拼命挣脱甩胎 痛 放手 再转身给他来个过肩摔体会下 随后 我将目光落在乔西西身上 他在群里胡说八道那时 还没算账呢 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我将矿泉水瓶抵着他的上巴 装作凶狠狠的模样吓唬他 不然 这次就不是过肩摔那么简单了 话音刚落 就将瓶子用力砸去他肩膀上 乔西西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连忙后退了几步 他估计是真的吓到了 眼睛通红的 我警告着他 之前拍了可多他和胡展远暧昧的照片呢 把我惹急了 谁都别想好过了 乔西西慌张地说了句 我 我删了还不行吗 说完立马拉着胡展远离开了此地 当晚 我想了想 之前所收集的素材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此录音一出 整个学校论坛爱吃瓜的友友们疯狂转发 当然 我只是发了音频 并没有标明这些话是谁说的 不过不用说有一部分同学也都知道 所以很快被全校的人都知晓了 原本乔西西打着兄弟名义 去和有女朋友的男生 干些越界的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现在谁都知道了他的为人是怎么样了 但想 有几个女生出来捶他 都是之前乔西西勾搭人对象的 不想上早吧 这汉子茶终于有这一天了 汉子茶滚出地球 一听就知道是他 之前经常给我前男友发黑丝照片 还有露骨的照片 汉子茶滚出地球 还说什么我们都是兄弟而已 姐姐怎么这么爱吃醋 真他妈想一个大逼都送给这汉子茶 早日报复 明知男的有对象也往上凑 一点道德都没有 每天只会哈哈哈哈支持楼上 但那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会拒绝暧昧保持距离 自从此事一出 乔西西现在走到哪里都会迎来别人厌恶的眼神 可他丝毫不在意 也是 像这么不要脸的事都能干得出来还会在意脸皮吗 紧接着 论坛上出现了更震惊的瓜 不知道是谁爆出来的 原来一直以来乔西西有个异地男朋友 他男朋友估计是吃到上次论坛上的瓜了 此时正赶来学校找乔西西 原本大家都以为他肯定会很生气 是找乔西西要解释的 谁知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还和乔西西手牵手去约会了 胡展远收到消息赶去想问了清楚 为什么有男朋友了一直瞒着所有人 乔西西没理他 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漠 之后 乔西西转了学 没有这汉子茶在我们眼前找存在感 心里变舒坦了 而胡展远又回来纠缠着小悠求复合 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乔西西身上 说什么都是他迷惑了他的双眼 站在一旁的小红文言没忍住冷笑了出来 小红走去牵起小悠的手 对着胡展远吃笑着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请你滚远点呗 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少在这装模作样 听说大学毕业后 乔西西和他的那个男朋友结婚了 日子似乎过得不太好 那男的有暴力倾向经常打骂他 他结婚不到半年就想掉离婚 可却一直没离成 我以为这些都是造谣 直到那天在街上遇到了乔西西和他老公 他比以前憔悴了不少 身上也找不到嚣张且高傲的气质 他嘴角红肿 手上还有几道就伤疤 估计是遭受了不少苦 此时他买的一袋水果就被他老公甩落在地 下一秒扯着乔西西的头发 抬手便是一巴掌扇去 紧接着一脚踹倒在地 吃吃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还不快滚回家去 他也不敢反驳 憋屈地爬起身乖乖跟着那男人回家 或许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魔吗 之后还听说了 他好像得了什么病 是因为以前不自爱导致的 反正是不会死人 但治不好那种 乔西西找了家公司上班 为了赚钱治病 谁知乔西西的上司就是那个女生 乔西西打着兄弟关系 没有边界感去干暧昧的事 那女生因为这事而分手的 所以乔西西现在每天受到他的刁难 公司里的人听到乔西西以前干的那些破事 也不愿意和他说话 最后他待不下去主动辞职了 乔西西的老公嫌弃他治病 花了许多钱 工作也没守住 便又开始打骂他 乔西西的婆婆对他也没有好脸色 一直嚷嚷着孩子都还没怀上 经常使唤他干家务 乔西西要是敢反抗 又得被他老公打骂 但最后他老公受不了治病 花了他太多钱 干脆选择和他离婚了 之后乔西西开了家早餐店 但生意不太好 他也要花钱治病 所以连租金也很有可能面临没钱交 某天 我和小悠逛街时 乔西西突然冲了过来 像是找了我们许久 他激动的说着 我求求你们借我点钱吧 我淡淡应了声 没钱 乔西西二话不说 直接跪下拉着我的手 开什么玩笑 你们家境都那么好 连一点钱也不肯借吗 况且我现在生病了 这点良心都没有吗 我无语的瞥了他一眼 冷声笑了起来 关我屁事 我跟你很熟吗 小悠看不过眼 将我拉到他身旁 要借钱 不会找你的好兄弟们吗 别烦我们 他自嘲着 才想到我和小悠的 我默默的听完他诉说 这一年遇到不太好的事 我不是什么圣母 更没有义务一定要帮他 他过得惨不惨 关我什么事呢 我拉着小悠直接离开了 也不管他怎么求情 最后乔西西因为资金问题 把店关闭了 往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